大家好,欢迎参加今天的研讨会 那本次研讨会的题目是高速视觉的赋能技术 我来自于比利时URASUS公司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探讨一下高速视觉它的发展 尤其是QoExpress标准它的内容以及它的最新的发展动态 然后我们会介绍一下URASUS公司 基于该标准的产品技术以及市场应用 其中重点的是URASUS它的特色的高速采取技术 和它的产品的优势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研讨会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先介绍一下URASUS公司的背景 URASUS公司是一家位于比利时的高科技公司 它具有30多年的历史 它专注于提供图像和视频的采集组件 包括图像采集卡、图像处理软件、FPGA的内核 在这个30多年的历史中 它一直活跃在计算机视觉、机器视觉、工厂自动化 医疗成像和视频监控的领域 URASUS的产品可以划分为三大产品线 第一大产品线是它的机器视觉软件 这个主要是用来对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 第二类产品是图像采集卡 图像采集卡作为图像采集的一个核心的组件 它承担着控制相机 然后传输图像的作用 那么第三类产品是图像处理标准的IP核 所有这三大系列的产品 它都涉及到以下的一些标准和技术 比方说USB Vision Gickey Vision Camera Link Quack Express Vicogenic Cam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URASUS公司在全球的一个分布和概况 URASUS的总部设在比利时列日 它分别在比利时和德国具有研发中心 在美国、新加坡、日本设有分公司 我们在国内有两家办公室 分别是上海办公室和深圳办公室 这两家办公室的任务 是用来支持我们各种各国内的客户 URASUS在全球有70多名雇员 其中50%的是研发人员 也就是说URASUS是一家 非常注重产品开发和技术的公司 接下来一个环节 我们看一下高速视觉 它的发展 随着技术的进步 视觉在各个领域里头 也是不断地在渗透和更多的应用 那么高速视觉 视觉技术发展的一个前端方向 在这些应用的市场的应用中 Jiggy Vision USB Vision Camera Link Camera Link HS QoExpress和QoExpress都在朝着高速的方向发展 而QoExpress协议它作为一个最新发展起来的 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新的协议 它目前是最先进的 并且也得到了业界的广泛的认可 接下来我们重点了解一下QoExpress协议 这张表中列出了各个协议 它在带宽 在相机控制 以及电缆长度方面 各个参数的比较 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 QoExpress协议 它在各个指标下面 性能都比较的突出 那么QoExpress协议 作为发展最快的一个协议 它的发展的历史是怎么样子的呢 首先这个协议 它是专门为高速视觉设计的一个协议 它的设计理念 顶承着要实现一种高效集约 并且更易用的技术 早先是在2008年斯图加特微信展上 它的概念被首次提出 那么到了2011年的时候 日本JIA正式发布了 QoExpress的标准的定稿 在QoExpress 1.0协议中 传输速率达到了6.25G 同时它支持同轴电缆和链路聚合 到了2019年的时候 QoExpress 2.0标准的正式推出 这时候速率达到了12.5G 实现了双倍的传输速率 2021年 QoExpress协议继续升级发展到了2.1版本 在这个版本下 开始支持光纤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会简单的聊一聊的 QoExpress over Fiber这样一个技术 综合QoExpress协议的发展 这么多年来 它在机器视觉领域里头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主流的应用场合 包括机器视觉 医疗成像 生命科学 广播 以及安防的 QoExpress协议呢 从1.0版本到2.1版本的发展中呢 它的主要的技术 规格参数有哪些变动呢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在2011年 QoExpress协议 推出的初期呢 它支持的是DIN的接头 传输速率呢 在6.25G 但是它从一开始呢 它就支持链路聚合 所谓链路聚合呢 就是说可以通过增加链路的数目 来增加带宽 它支持超长的电缆 然后呢 支持Plug & Play 支持PoCXP Genicam 它的相机控制呢 非常的好 具有低抖动 低延迟的特性 数据的可靠性也非常高 到2.0版本发布的时候呢 QoExpress呢 开始支持HDBNC 一种更可靠的接头 它的速率呢 也翻了一倍 但是呢 向下兼容CXP6的速率 它还支持很多新的特性 比方说多目的的传输 比方说GNDC 随着QoExpress升级到2.1版本呢 它开始呢 支持光纤传输 开始支持QoExpress Over Fiber 那么什么是QoExpress Over Fiber呢 QoExpress Over Fiber呢 简单的理解呢 就是它呢 是对QoExpress协议呢 延伸到光纤的一个补充 有了这个协议的发展呢 QoExpress协议呢 也从这个同轴电缆时代呢 跨越到了光纤时代 这个协议呢 是由Eurasis的子公司 Sensitut Image开发出来的 并且呢 在2021年呢 通过了GIA的正式认证 成为了QoExpress协议的一部分 这个协议呢 它有 你可以简单的认为呢 它综合了光纤传输的特点 但是呢 还保留了QoExpress数据传输的特征 具体怎么样理解呢 QoExpress Over Fiber 我们简称COF 它呢 采用的是标准的 以太网的硬件连路和模块 但是呢 在数据传输上面呢 它保留了QoExpress的稳定性 它的通包结构 它的链路聚合 长距离 包括它的低功耗 以及机资源占用这些特征 有了这样一个扩展协议之后呢 QoExpress协议呢 真正的就实现了光纤传输 然后呢 实现了新的跨越 同时呢 为下面的就是进一步的带宽 拓宽和协议本身的发展了 做好的准备 那么QoExpress over Fiber 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其实它的实现呢 是通过一个CXP5 Bridge 这样一个协议层 来连通CXP数据和XMMI 从而呢 把CXP呢 映射到了以太网的PC SPMA层上 下面的两张图呢 做了一个对比 左边的图呢 是标准的以太网 传输它的分层结构 Mac呢 通过呢 数据重整 它会传到了 XGMMI接口 然后呢 继续呢 向下一层一层的传递 最终的传递到了 物理层媒介 实现数据传输 那么在右边呢 是COF的一个物理层结构 CXP数据呢 它是通过CXPTHY Bridge 传递到了XGMMI接口上面 那么接下来的传输呢 它跟以太网的 层次结构呢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 通过这样一个 很巧妙的Bridge结构呢 CXP呢 它实现了 在光纤上面的传输 那么具体的链路结构 是怎么样实现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橙色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COF Bridge 来自于CXP的数据呢 通过这个Bridge呢 它会映射到了 XGMMI上 从而呢 转移到了 QSFP光纤模块上面 通过光纤呢 传输到了接收端的 QSFP Plus 推广呢 我们相信呢 这个技术呢 会成为未来的主流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 然后呢 这是技术的眼镜路线图 作为光纤呢 它开始应用的 是从CXP12的速度开始的 那么在下一代 QSFP规划发展的速度 CXP25 CXP50呢 将都会使用光纤 因为呢 第一个呢 是本身呢 同缆的传输呢 随着带宽的增加呢 传输距离呢 越来越短 而光纤呢 不受这样的限制 另外一个呢 光纤呢 目前的光纤传输技术呢 都是成熟的技术 它的成本也非常的低廉 QSFP数据协议 跟光纤的物理传输呢 结合在一起呢 使得QSFP协议呢 可以快速的 向着更高的规格眼镜 随着QSFP协议呢 这几年呢 推广呢 它已经成为了 高速视觉的主流标准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那首先第一个呢 是源于它的技术 优势 比方说 它支持更高的带宽 它的相机控制呢 更好 有超长的传输距离 通过它呢 来构建系统的时候呢 布线的简单 物理连接结构呢 也稳定 而且呢 如果要实现多相机 和复杂的系统结构呢 易入反掌 最后一点呢 还有呢 就是它的单位带宽成本呢 相对的低廉 同时眼镜的技术呢 我们大家应该有了解 就是GKE呢 也在眼镜 比方说到万兆 或者是25GKE 这样子的 跟GKE相比呢 Corexpress呢 是有优势的 首先呢 它有一个简单的风暴结构 它可以认为它就是一种P2P的传输 所以它的稳定性 和触发的可靠性呢 是远远的高于GKE的 第二个呢 它支持链路聚合 如果我们在一个既定的传输速率下面 要实现更高的带宽呢 可以通过增加链路来实现 那么第三个呢 它的功耗呢 非常的低 而且呢 它是传输的时候呢 它是不占用PC资源的 所以Corexpress 只有这样的优势呢 导致它呢 在下一步发展的时候呢 它也没有很明显的瓶颈 从而它的发展速度呢 是远远的快于其他的协议 下面一个环节呢 我们了解一下 基于Corexpress协议的一些产品 我们呢 主要了解的呢 是URISUS公司的高速图像采集产品 这其中呢 包括FPGA的IP 以及呢 一系列的基于 Corexpress协议的图像采集卡 Corexlink 首先第一个大家看到的呢 是用于 相机或者采集卡开发的FPGA IP 那这个IP呢 我们支持赛林斯 英特尔和ACCMICROCHIP的多个型号 我们呢 可以提供 到CXP12速率的设计 整个的参考设计呢 提供加密的VHDIO项目 或者是原代码 第二个呢 是COF的Bridge IP 这个IP呢 是就是用来实现 Corexpress over fiber的 有了这个IP呢 可以将CXP的数据呢 直接输出到光纤上面去 这个IP呢 同时呢 它还支持第三方的CXIP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相机 或者板卡设计 采用的并不是Urisys CXPIP 我们仍然能够支持 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硬件产品 这是一款基于CXP12速率的 四口的图像采集卡 也是 它的相机带宽呢 可以达到5.0个G 主要用在一些高端的应用场合 这是一款基于CXP12速率的 单口的图像采集卡 即便是只有一路链接 它也可以实现1.25G的带宽 它是一种非常小巧的半高卡 可以用在非常小巧的 主机系统里头 这是一款双路的CXP12采集卡 它可以实现2.5G的带宽 这一款卡呢 就是基于Corexpress Overfiber的 光纤图像采集卡 那么它的相机带宽呢 也是5.0G 它呢是通过QSFP plus端口来进行数据传输的 需要配套的光模块 USIS呢可以提供两种 第一种呢是多模的 然后呢支持150米的传输距离 第二种呢是单模的 可以支持40公里的传输距离 除了前面的图像采集卡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系列其他的图像采集卡 那么下面列的5款呢 也是比较主流的 比方说CXP6速率 4通道的采集卡 8通道的采集卡 以及带有数据转发的 4通道采集卡 我们还有带有激光线扫 成像功能的采集卡 以及带有GPAC压缩的采集卡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USIS专门为这些产品 所开发的高速的图像采集技术 首先第一个呢是超长距离传输 USIS的产品呢 在传输距离方面的性能呢 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在CXP12的速率下面的同览呢 可以实现40米的传输 而CXP6下面呢 可以达到72米 使用多模的光纤模块呢 可以实现150米的传输 而使用单模的光纤模块呢 可以实现40公里的传输 第二个技术呢 是数据转发技术 所谓数据转发呢 就是将相机采集到的数据呢 在不同的PC主机之间呢 转发和复制 下面的示意图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相机采集到的数据呢 它被传输到了四台的PC上 实际上呢 它可以支持更多的PC 那么要实现这个数据转发呢 它不需要交换机 不需要极限器 同时呢 它的传输延迟呢 也非常的低 第三个技术呢 是3D LLE技术 也就是在图像采集卡上面呢 可以呢 通实现的激光的线扫彩图 版卡上的3D LLE激光线扫彩图呢 它具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首先第一个呢 它对CPU的资源呢 是零占用 第二个呢 它的处理速度呢 非常的快 同时呢 3D LLE算法呢 它是支持双激光的彩图 可以防止呢 形成阴影 还可以实现2D 或者3D的混合彩图 我们在图像处理的过程中呢 经常会遇到一些 计算能力不够的问题 那针对于这种问题呢 Ursys采放了 采集卡上的FPGA编程接口 从而呢 可以将如下的一些算法呢 从计算机的主机上面呢 转移到采集卡上进行处理 比方说查找表 过滤 贝尔转换 颜色转换 平常矫正 翻点分析 压缩 或者激光线提取的 接下来一个呢 是GPU图像直传 顾名思义呢 它就是把数据呢 通过采集卡 PCI总线 直接传到了GPU进行处理 从而呢 直接跳过了 CPU和内存资源的占用 QuaxLink呢 支持灵活的拓谱结构 最具有典型的呢 是QuaxLink Octo 比方说 它可以支持八路相机 它也可以支持到 四个两路的相机 或者是 像这种混编的 一个四路相机 加四个一路相机 对于设计者来说呢 有这样灵活的拓谱结构呢 它去构建系统呢 就变得非常的容易 那还有一个功能呢 是所谓的卡对卡通信 这个功能呢 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上面的 就是说 在同一台PC上面 如果我安装了 不同的采集卡 如果要实现相机的 同步出发 那么卡和卡之间的通信 它可以通过 简单的一个排线 连接相应的端口 就可以实现 那么如果是跨PC的时候 要实现相机的 同步出发怎么办呢 URSS专门设计了 通信适配器 将这个适配器呢 通过UDP协议呢 用以太网线的 连接在一起呢 就可以实现跨PC之间的 相机同步出发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它的驱动软件 除了作为板卡的驱动以外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首先第一个需要提一下的呢 就是它对Genicam的 进行了封装 所以使用E-Grab的API呢 进行编程开发的时候呢 对Genicam的操作呢 是非常的容易的 第二个功能呢 是E-Grab Recorder 它可以呢 将采集卡 采集到的图像呢 直接转存到SSD上面 同时呢 E-Grabber呢 还支持Python的脚本调用 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一下 Memoto软件 它呢 是一个免费的 系统事件记录工具 它能够呢 把相机 采集卡 驱动程序 以及应用相关的事件呢 以时间轴的方式呢 记录下来 同时呢 它占用的内存资源的 非常的少 所以呢 当进行系统调试 或者是开发分析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事件分析工具 GrabSlink的驱动程序呢 它支持Windows 然后Linux 和Mac的操作系统 Windows呢 支持从Win7到Win10 那么 最新的版本呢 我们也将会支持 Linux呢 我们支持 X86平台和嵌入式平台 包括公共版和各种发行版的Linux 最后一个呢 CorexLink呢 它还直接的支持 许多的第三方的图像采集 或者分析软件 大家众所周知的 Hawken LabU MetLab 都支持 通过这些软件呢 可以直接的对CorexLink 版卡进行操作 好的 前面呢 了解了 Ursus的图像采集技术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了解一下呢 CorexLink高速图像采集卡 它的优势 我们知道呢 图像采集卡呢 它是高速视觉的一个核心部件 采集卡呢 它其实呢 决定了这些 高速视觉系统的一些性能 比方说采集卡的带宽呢 它决定了相机输出的规格 而采集卡的控制和IO呢 它决定了系统的控制的复杂性 版载处理功能呢 它呢 直接影响了数据的处理能力 CorexLink图像采集卡呢 它不仅呢 具有一系列的技术领先性 同时呢 它也有相应的商业优势 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CorexLink的技术优势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CorexLink呢 它继承了Corexpress标准 它的所有的优势 比方说高带宽 低延迟 低抖动 数据可靠 连路聚合 第一的CPU资源占用 低低功耗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Eursus所开发的 刚才讲到的 丰富的高速图像采集技术呢 它都体现在了CorexLink中 比方说长电缆 C2C Link Data Forwarding 还多项机呢 这些呢 可以帮助开发者呢 轻松的构建这种复杂的系统 而3D LOE Cosmologic Direct GPU呢 它可以呢 提高系统 对数据的处理能力 而E-Grabber Memento 以及第三方软件支持呢 它对用户呢 进行应用软件开发呢 是大有帮助的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持续的 研发和产品性能的改善 Juris每年的都投入 巨大占底的资金呢 进行产品的研发 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下呢 Corex Link的商业优势 Corex Link产品呢 它提供丰富的产品型号 然后呢 满足开发者的选行需求 比方说 它提供多种接口配置 多种传输速率 以及应用于 多种特定场景的产品 那么有了这些丰富的选行呢 开发者呢 在构建商业系统的时候呢 可以找到的 非常适合他需求的产品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Corex Link呢 它自从推出来以后呢 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商业口碑 基于Corex Link开发的视觉采集系统 它本身呢 就得到了最终客户和最终使用者的认可 那Corex Link呢 它也扩大了视觉应用 它的新的领域 然后呢 突破了一些以前视觉的应用门槛 所以呢 在商业方面呢 Corex Link呢 具有更广泛的空间 那最后一点呢 可以说是Corex Link 它的性价比了 它通过先进的技术呢 它降低了应用的难度 也降低了它的成本 体现在呢 一个是单位带宽成本 另外一个呢 是它的外设 比如说电缆啊 控制系统啊 这些的成本 那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呢 我们讨论一下Corex Link的 它的一些典型的应用 并且呢 我们呢 会给出一个实例 来进行一些时效的分析 第一个Corex Link 它的典型的应用呢 是在电子线路板的检测中 电子线路板的制造的过程中呢 它的元器件的安装 包括它的焊盘焊点呢 它是需要通过AOI来进行检测的 那么这些检测呢 本身呢 不但需要很高的分辨率和精准度 而且呢 它需要很高的速率 那么多数的客户呢 会采用Corex Link Quad G3 或者CXP12 这样的产品呢 搭配高速大面震相机 来进行检测 第二个应用场景呢 是液晶面板的检测 那液晶面板的检测中呢 像Mura检测 AOI检测呢 都需要这个 一级像素的分辨率 同时呢 它的检测精度呢 也要达到几十个微米的要求 那在这种应用中呢 客户会采用 基于Corex Link Quad G3 采集卡 来构建它的图像 采集系统 那么第三个应用场景呢 是半导体晶圆的检测 半导体晶圆检测呢 可以说 这些检测中 最为复杂的检测 而且它的要求的精度呢 也最为的高 要达到了纳米级 所以呢 数据传输 对带宽的要求呢 也是非常的高的 那客户在开发的时候呢 它会选用 CXP12速率的系列的采集卡 来进行系统的开发 最后一个检测呢 是表面检测 一般呢 在材料检测中的应用的比较多 比方说薄膜啊 玻璃产品啊 它需要呢 一般跟线扫相机连接 来实现的滚网 或者连续供料的检测 客户呢 多数呢 会采用 CorexLink 跨G3 G3DF 或者CXP12 这样的板卡 来构建他们的 图像采集系统 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一个 基于CorexLink的应用案例 这个案例呢 是基于CorexLink的 一个3D的运动影像分析 和直播系统 在运动厂商呢 要进行影像的 采集的时候呢 它有几方面的技术要求 首先第一点呢 它是一个多点采集 而且多点之间呢 它要同步触发 那么第二个呢 它要进行长距离的传输 传输的影像呢 传到后台之后呢 需要进行的 这个及时的处理 然后呢 要对延时的要求比较高 处理的结果呢 从而可以反馈到 这个观众这边来 那这样一个系统呢 之前呢 通过其他的方式 来实现的时候呢 它的成本呢 是非常的高的 而且呢 有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 采用QAX Link来搭建 这样系统呢 它有一些性能上面的突破 首先第一点呢 它可以实现相机的精准触发 和低延迟的相机控制 那么通过C2C Link呢 各个相机呢 同步呢 也非常的精准 而带宽呢 也是图像传输的 分辨率和帧率的保证 同时呢 QAX Link的长距离传输的特性呢 也非常符合这个现场的要求 那么在后台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GPU加速 减少对CPU的占用 还可以通过Custom Logic 然后对图像的进行预处理 提高效率 那么有了这样的性能提升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还带来了哪些的成本的节约 首先呢 如果它采用QAX Link Octo或者是QSFP Plus呢 它的系统的布线 它的辅助传输成本呢 是大为的节约的 其次呢 多相机传输呢 它降低了对于主机的要求 而GPU直传呢 它对系统内存的要求 也非常的低 CPU内存和功耗呢 同时也降低 所以整个系统的成本呢 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那么基于QAX Link 构建出来这样一个系统呢 它就更具有技术性能的领先性 和成本的集约性 OK到这里呢 我的分享呢 就基本上结束了 然后呢 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扫码的访问我们的官网 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 接下来呢 我们就跟主持人一起进入下一个环节 我可以扫码的访问 我可以扫码的访问